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林奇 欢迎大家观众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这个 啊 asl 这个新手包 第2个场景啊 第2个剧本s002的这个老鼠战争啊 war of the rats 啊 这个这个剧本的一个就上一次就第一次我推完的一个一个相对是 嗯 回顾吧 或者说总结吧 对吧 然后这个 呃 我单独出来吧 不放在那个合计里了 我在这个简介里面放上那个 ac那边的话已经在审核了 应该六个全传了 就是我因为我是放在一个里面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 可能就看过我第一期以后就后面没管了 实际上我一直在更新啊 然后我把我把链接贴一下 youtube上就不用了 youtube 因为我每期是分开的 youtube 他不能整合计啊 他他的合计 他不能整分批 他只能整那种合计 所以 youtube 应该是都是 一直更新的 现在正在传youtube 然后我正好就是 在传的时候就来录这个视频 因为我想了想 我就最近我真的就 不想再 要我自己去回顾 我肯定就很懒不想搞了 然后你要我再打字 拍动文字图片去 ac 这边发文章 我我也不想打字了 然后第二个那个东西 youtube 上发不了 对吧 我就干脆就来录一期视频算了 然后我 我我也没有我也没有看过 就我之前 这期我是就临时过来看的 就是 没有准备啊 我把所有每个回合这个 呃存档全部打开了 包括一开始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全部打开了 然后我们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怎么感觉有点冷啊 今天降温了 穿下衣服啊 其实应该叫加一下衣服 搞得我好像没穿衣服 今天降温 呃就直接录个视频吧 就一边看一边那个 但是可能说的不应到位吧 那时候我真的你要我自己回顾 我是真的不想了 懒了 因为你回顾挺费事的 就是一个人的话 有时候就我就特别懒不想弄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剧本呢 那我就还是先给 就是如果是 之前没看过这是我之前那个文章介绍也好 或者说之前的 有推演也好 我就简单说一下 这个剧本是在这个1942年的9月26日 在这个 俄罗斯 当时还叫苏联 对吧 的那个斯大林格勒 啊 然后呢 这背景故事就就不说了 对吧 德国入侵苏联 然后打了斯大林格勒嘛 在这个 蓝色方案 应该算是蓝色方案之后吧 还是算一环的这个我倒是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到底是算蓝色方案类的 还是说是蓝色方案 之后的一个就不太懂 因为蓝色方案是想拿下那个高架索那一块嘛 但斯大林这边 萨林格勒只是他一个很局部的一个地方嘛 呃 然后那个大战役就不说了 毕竟这是一个 这是advanced square leader 是 高级步兵班长啊 或者我觉得其实应该叫高级步兵连长 你看这都是指挥的一个牌子啊 应该叫高级步兵 对 高级步兵连长 你看每次都是指挥的一个连的部队 大概 因为等于一个连的部队 或者一个加强连的部队 所以我觉得应该叫高级 但是他国内喜欢这么翻 要这么翻吧 高级步兵班长 advanced square leader 然后还要先说一下 他为什么翻成高级步兵班 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个 同一个公司做的一个 呃 兵器叫做square leader 就是步兵班长 然后这个兵器是他的那个老的兵器的一个进化版本 他前面加了个advanced 所以就是高级 对吧 就是 赋予他意义 感觉像是那种 取长补短 或者说更加优化这些的 但是具体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因为老老板的square leader 我也没有玩过 SL 我也是 只能说入门吧 对吧 而且 规则我还没看完呢 对吧 各位 可能如果如果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 我之前是讲过规则的 讲到了多少来了 出了多少期了 九期还是几期 然后断了 不是断了 我会要做 但是因为 那些后面的 暂时我玩这两个剧本都没用到 我说我学那么多 我用不到 这不是 很尴尬吗 我不是那种 对吧 我为什么我之前其实我在我基础教育的时候 包括高等教育的时候 其实在学校读书 我都表现的不是很好 因为原因就是 他老师让我一个学期 或者说半个学 半个学期 就学了一堆东西 然后你再去用 我就很烦 因为我是那种 比如说 今天我马上明天我马上就要用了 那我今天学起来 我就超级有动力 就是这种 我喜欢那种 就是我学的东西要马上要能用 你要现在用不上 你要 要十天半个月 甚至半年以后再用 那的甚至可能还不止 对吧 比如说 大学的时候学那种技能 你可能还得很久以后再用 那 太没有动力了 对吧 我是这种人啊 所以 所以那个那个规则书后面那种 我就先就不看了 我到时候等 我需要用 需要判定那些东西的时候 对吧 再去看 之后会做的 如果需要的话 好 那么就说回这个剧本啊 这个剧本的话是这样 是个典型的一个 也是个 跟剧本一啊 就是那个 夺回维也为理啊 就那个西线的那个战斗是一样的 也是那个vp攻防图啊 就是防守方式苏联红军 然后军攻方式德军啊 防守方式这个苏军的这个 第六十二步兵军的一步啊 element 就是一部分 就是那个 什么什么部队的一步嘛 就一部分的一步 那个意思啊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ad hawk shock tube啊 就是这个指定的一支 就是零 相当于是那种 战斗群一样 就拼凑起来那种这个叫做突击队啊 shock tube 然后这支部队是援军啊 就是说苏联在这个地方遭受攻击啊 六十二军的一步 然后苏军有一支援军啊 就临时把几个战斗单位啊 拼了一下 其实也就是拼了一个一个一个牌嘛 三你看一个牌的部队 临时过来就赶过来增援啊 然后德军的话是这个九十四步兵师啊 一步啊 这个有点有时候有些疑问啊 为什么苏军是什么什么军一步啊 这个是什么 因为在斯大林格那个时候啊 苏军 在九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苏军的德军还在应该还是在斯大林还没 九月份应该还没有真正进城吧 应该是在 城市附近吧 但是那个时候苏军因为就已经被 德军的那个蓝色蓝色蓝色方案的打得很惨了 然后部队都已经 其实他这个军我觉得他的边他六十二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并不算很了解这个力 就是那一段详细的记载啊 但是六十二军 我觉得苏联这个军的部队他有 还剩 还他的他的他的那个实际的武装武装的力量啊 他实际的那个部队值啊 还有没有一个失 我觉得都是个问题啊 可能有吧 我觉得肯定是算不上一个军啊 那个时候苏军的编制都很残破了 被打的啊 退守斯大林格的时候苏军编制里面打得很残破了啊 当然了苏军援军还是有的 一直 不停的从富尔加和对岸运援援军过来嘛 援军还是有 但是 添油战术动吧 就不是一次性 呃 送上来的 是分批上来的 所以 每次就是 指某一个时间点 可能他这个军确实是没有一个军的力量 但是德军的话 步兵师应该 其实也有损耗 不过应该比苏军要好一点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四二年嘛 四二年德军的那个素质应该还稍微还高一点 还是 啊 九十四步兵师的一步 也是一步 但这个 这支部队呢 是你别害 九十四步兵师的一步啊 实际上它是 九十四步兵师的一步 加上 它是 一个步兵师的一部分 加上一个这个 在哪 这个突击工兵啊 它它增强了一 就是说它是一支普通的步兵部队 然后加强了一个 就是加强了一一支突击工兵给他 就是用来这个进攻啊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的加强的部队 相当于是 呃 算是一二三四六七七个步兵班嘛 然后还有四个突击工兵班嘛 就是加强部队 这是一个加强连了 有有 我感觉有点像加强连了 苏军这边的话就是 十个步兵班 对吧 普通步兵班 五个一线步兵班 五个兵力 我等会再说吧 那个是详细讲 这个兵力还有的讲 这个东西 呃 我推完了以后 我再明显感觉到双方这个 算是 就是说 并不是那种 就是 怎么说 就是它这个 可以说就是平衡做得很好 就是双方各有特色 而不是那种 英雄连二世的平衡啊 我不知道各位玩过英雄连没有 但是我因为很喜欢玩英雄连 谢谢 所以我就喜欢玩他的梗啊 英雄连二世的平衡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部队同质化 对吧 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就平衡了 对吧 那确实确实平衡了 那有什么意思呢 ok 那说回这个啊 这个就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设立条件 设立条件就很简单 就是苏军 苏军一开始是布置面啊 是这个黄色 黄色格子是不能放人的 黄色格子以南 这个地图是 上方是北方啊 这个地方 上方是北方 黄色 黄色这条线以南是苏军的布置区 布置面 就是你可以放任何任何格子都可以布置啊 都可以布置 部队堆叠也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惩罚 就是也没有任何规定 一定要散着放 或者怎么放 就随便你怎么放 苏军任务是守住三个关键的vp格啊 叫做vp 也可以 我习惯有时候说vp建筑格 因为它是三个建筑嘛 就三个 这三个地方是三个vp 守住vp的意思是 首先 这个格子啊 一开始是属于苏军的 所以没关系 就是一开始格子 如果他这边有一个这个德军的标记 这个标记如果没有标记 表示这个vp是苏军的 有这个标记 表示这个vp是德军的 当苏军占领这个vp的时候 一开始默认苏军占领了 只要这个vp周围这一格 任一个vp啊 就周围一格 就周围一圈 说说 周围一圈 任意一格 任意一格 有 至少一支 有一支苏军部队不是崩溃 就没有崩溃 就是正常秩序的 对吧 呃 被压制 被压制也没有问题 但是不能是崩溃 崩溃就不行啊 正常秩序的部队 在这周围一格的情况下 那么苏军就能够控制这个vp 即使德军踩在这个点上 也不能占领 就类似英雄联亚那个站点机制 就是你部队冲军 但是典里有有敌人的人 那么你就不能占这个点 但是如果苏军 就是这这这一圈都没人了 对吧 那么德军只要踩到这个vp上 德军在边上不行啊 要踩到vp上 那么这个vp就会变成德军的 如果vp已经加了这个铁十字标记 就是德军的标记 那么这个vp就算就算德军的 那么苏军如果要夺回来 那么就跟前面一样 一样的规则 那么德军就变成防守方了 这个时候德军只要在周围一圈有一支部队 没有崩溃的部队 那么苏军就不能够夺回这个vp 啊 就是一个这个特点 就是说vp 你守住 守vp 简单啊 拿vp 难 是这样一个情况 啊 这个游戏的规则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要守住三个vp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左中右路嘛 或者叫西西面西路中路东路西面中中间和东面这种情况吧 而且地图正好这边也是两条这个街道 对吧 你看 把这个防守方这个切割成了三个三个建筑群 相当于是你看这些房子是连起来的 看到没有 如果两格都是房子 那么他们就是相连 就因为这个有这个兵器嘛 他是一格一格走的嘛 就比如说我在这儿 对吧 走到这个地方 但也是挪一格嘛 只要两个格子都是房子 那他们就就是相当于是相连 就是说你中间跑过去是不算是空空底的 就是同一个房子 就是说两个两个房子之间转移一样 对吧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的房子是相邻的 这边也是 这样就相当于是防守方式三个建筑群 相当于是这样 好 然后德军是进攻坊 德军要布置在这条黄色的线 也就是叫道路或者叫主路吧 道路 以北 以北是德军的布置面 也是任一个格子 随便放啊 也是随便放 呃 这边看的话 中间是一个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结 两层的啊 也不叫两层吧 就是 就是两排的这种建筑群啊 就是后面 后面的建筑有些可以 就是前后有遮挡的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建筑群啊 这边的话 但是这边东面 或者叫 德军的左路 苏军的右路 东面这边的话 建筑比较散 对吧 西面中中间连的比较密 西面这边也比较密 东面的话就比较散 呃 大家是个这样子 更远的地方就不多介绍了 这之之之之之之后 我推也没有用到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想过这后面能有什么用啊 这边肯定是都用到 但是 但是 呃 这条线 就是 我 鼠标画了这条线 这条线 过去这边 这个角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用 感觉就没 没怎么用过 OK 好这样 然后并且德军是进攻方 苏军是防守方 按照ASL规则 防守方先布阵 先布置好 防守方布置好以后 进攻方再布置 也就是说进攻方是可以 针对防守方的布置来调整自己的 针对防守方的部署来调整自己的部署 并且进攻方是先先移动 就是到回合 第一个回合 就一开始是先是进攻方的回合 然后再是防守方的回合 所以其实进攻方是有主动权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兵力 你就会发现其实进攻方在 我感觉这也符合这个兵器的一贯的特色 就是进攻方都是需要速战速决 越往后拖 进攻方的优势越小 至少这个图是这样 好像上一个期也是这样差不多 就进攻方在初期的时候是有巨大优势 不过想想也是对吧 因为进攻一般 一般是要那种准备充分 然后出其不意 对吧 参加大优势最大效果 如果你准备不充分 对面又知道了你的意图 那你这个进攻基本上就是白费 对吧 所以进攻还是要快嘛 就是你得在防守方反应过来之前 达成战斗目标 对吧 你要是拖久了 那么别人反应过来了 你就没有就失去了突然性特殊性 对 主要是失去了突然性 然后那你的进攻就就就变成硬碰硬了 就不好打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部队 现在苏军苏军一开始的部队是这样子 五班一线步兵 普通步兵班 五班征兆兵 然后这个三个牌长 其中只有一个是有负一加成的牌长 剩下两个牌长都是对战斗没有任何帮助 是零 就只能用来就是恢复那个只能用来帮助那个被崩就是崩溃的部队恢复 只能给怎么说就只有这个只能给部队提供这个组织度 对吧 但是并不能够协助部队或者帮助部队获得更大的战果就打仗不行啊 只能说是因为他是军官对吧 士兵都听他的 所以他能让士兵继续战斗 但是并不能够就是让士兵更好的战斗 只有一班牌长有一个副一 下两个牌长都是 而且甚至有一个牌长 他的失去只有七跟一线步兵是一样的 对吧 这都让我怀疑这个牌长是不是就是 就是跟普通步兵班 就是哪个班长对吧 就是牌长之前的牌长阵亡了 然后就挑个班长就你了 你来当牌长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个士兵值只有七跟普通一线步兵班是一样的 OK 然后武器是两挺DP轻机枪和一挺 在SL里面叫中型机枪 也就是马克轻重机枪 简单理解就是小口径重机枪 我是这么理解的 虽然有一些特例 比如说德军也有重机枪和中型机枪都有 虽然德军从来没有大口径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 这个兵器里面的重机枪 一般就是指那种大口径重机枪 苏联的话对吧 德士卡 是德士卡吗 还是那个什么来着 反正美军是那个MR对吧 老老的点50对吧 德军也有一挺 但是我没查到感觉德军为什么也有一挺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MG42还是什么来着 但是反正我简单理解就是这里面的重机枪指的是大口径重机枪 而中型机枪 MMG 中型机枪 其实简单的也就是小口径重机枪 马克轻一挺马克轻两挺机枪 机枪是需要就是有部队携带的就不能单独作战需要有某个部队某个步兵班或者某两个步兵班啊一携带一般是一般吧好像没有两班了就一般是某个步兵班来携带 OK 那么看完了就是苏军突击队等会再说先说这个普通部队苏军很有意思啊苏军他有 啊突击队一起说了吧 因为等会要涉及到这个话题啊苏军这个援军援军的规则是这样援军的规则是每从第二个回合开始第一个回合不能有援军 从他这个有啊对这个这这个场景是一共是六个回合 只要在六个回合的某一个回合双方都结束以后三个VP全部被德军控制 那么德军就获胜啊但是因为是德军先回合苏军后回合所以如果某一个回合在德军回合德军全部拿下了对吧也不能说马上获胜因为苏军还有一个回合就是比如说第三回合对吧第三回合德军的回合德军第三回合拿下了全部的据点好那么这个时候不能算德军获胜因为苏军还有一个第三回合如果苏军在这个他的回合夺回了某一个据点那么继续战斗就不算德军获胜那如果某一个完整的回合全 全部结束以后啊就是双方的回合都结束以后三个三个VP全部在德军手里德军就获胜而如果六个回合到了以后依然有至少至少一个据点在苏军手里那么苏军就获胜对吧防守防守还有这个就有这个优势就是三个VP他最差只要死守一个VP就能获胜 德军必须全部拿下而苏军只要有一个VP是苏军的那么苏军就获胜啊这也是为什么因为德军确实太强了在这个剧本里德军的呃部队很强 苏军是所以这个规则还是比较公平我觉得苏军突击队你看苏军突击队就不一样他是三班这个一线不明班但是他这个属性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我在这边就称他为这个突击队就叫突击队对吧 然后一个这个牌长苏军这个援军很不错援军素质不错他一个9-29-2的牌长他能提供两点修正值并且他实际是9对吧这是一个非常老练的牌长呃这也是这个苏军对吧很难的很可惜是在援军里面啊他很难很难得的一个比前面那三个牌长要强多了 我援军是从第二个回合开始每个回合在一开始进入准备阶段之前什么都不做先投 一个六面投然后当这个投出来的值小于这一回合的值等于不行一定要小于小于这个回合的这个回合数他就能够上场比如说第二回合如果投了一就能进场或者说第四回合投了三以下三二一三二一三或二或一那么他就能进场但如果等于或者大于那么他这一回合就不能进场这是一个运气成分啊这个提前剧透一下在我推的这一把第一第一次推这个时候突击队直到最后一个回合 才进入战斗 是够倒霉的了啊对吧 直到有六分之五的概率能进场的时候我才投出我才投出他而且投出来的是个五 而且投出来的是个五 第六回合 之前一直没就是你只要大于等于回合数 他就就就就是就是算他这个部队没有赶到就这个回合进不了场就不能用 我差我差点都以为第六回合都来不了了因为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当你第六回合投了六 那么就恭喜你对吧 整支战斗突击队都不会来 OK 然后说好这个就说呀苏军很有意思的地方他他有两种有两两种一线步兵啊就是我刚说普通步运班和这个突击队啊 普通步运班呢就是你看他火力是四射程是四射击是七突击队是火力是五五一个下化线啊射程是二二这个下化线是完整版ASL用的规则在新手包里不用所以我就不用管他他火力是五下化线射程是二 呃士气是七啊双方士气都是七说明他们是同等级的部队都是一线步兵这个一线步兵征召兵包括什么等等会我要说的二线步兵还有什么精锐步兵只指的步兵的这个老练程度对吧 他们俩同属一线步兵所以他们的又同是苏联的就是说他们国家是苏联步兵老练程度是一一线步兵所以他们的士气是相同的 对都是七就是这样的好然后他们的火力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普通步兵班就是那种正常步兵班就就是一艇轻机枪完了以后可能有一至两艇或者是少量冲锋枪然后大量装备的是步枪对吧二战时候是栓动步枪为多对吧所以火力是四点 而突击队呢不一样突击队是大量装备自动武器就是二战里面真实存在的苏联有些部队啊大量装备了冲锋枪就是呃作为突击队 就是专门冲上去跟对方打近战的就就所以这种部队是步枪很少像那种苏军专门有那种突击军shock army他里面的步兵部队基本上百分之七十是自动武器 而且大部分就是冲锋枪自动步枪其实可能还稍稍微少一点主要啊班自动步枪说错了班自动部枪SVT嘛班自动步枪可能少一点可能大部分是冲锋枪啊所以他的火力就猛一点五而且是下滑线下滑线表示这个班有足够的 自动火力在进攻火力阶段正常步兵班在进攻火力进攻射就是在那个进攻火力阶段就是呃这一方就是进攻方射击的时候比如说德军回合那么进攻火力阶段就是德军射击苏军回合那么进攻火力阶段就是苏军射击就是 就是部阶进攻火力阶段的时候部阶射击是要减半的是火力只要减半因为部阶在移动中当然可能你这一班部阶这一回合没有移动但是因为规则嘛他就是就是这样就是都就是就就认为你是移动了他因为只能 这一规则有时候简化了嘛就是尽管你没动你也是一半的火力只因为部队就是不通常情况是因为正常情况思考如果熟悉这个游戏规则的话如果你部队一开始就不准备动 那么你应该用准备火力对吧因为准备火力设计完部队就不能动了 啊进攻火力阶段是不明他要扣就就是这班部队要使用一半的火力设计但是如果他是有下化线就表示这班部队有足够的自动火力在进攻火力阶段他在减半以后就是包括其他加成啊全部算完以后火力只额外加一就不管是贴脸翻倍还是呃进攻火力减半还是怎么样只要是进攻火力阶段他所有加成全部算就是那个火力 一直修正全部算完以后再加一因为就是自动火力就是就是显示他火力很猛他多一点而且人你比如说你在你在往前移动的时候你使用自动武器那可必拴动武器好多对吧你步枪盲目开火是可以但是你这个准度不够而且你射速又慢对面感觉不到什么威胁但是你那儿冲锋枪开火对吧虽然在冲锋虽然你是胡乱扫射哎对吧但是哎子弹收收收的飞还是有点吓人的对吧所以火力加一 是这样的好然后但是他射程只有二这边是四因为这个知道吧他冲锋枪是近战用的对吧这个游戏一格距离是四十米约等于四十米啊对吧他能打八十米已经很不错了冲锋枪他能有效射程有八十米对吧因为这个游戏他是 他是有有效射程和最大射程之分的最大射程就是两倍射程也就是说他是两格有效射程四格最大射程如果是在有效射程以外最大射程以内那么他是火力只要减半就是再减半如果是进攻火力就要再减半了那反正就是一个减半 他可以跟其他叠加这个减半可以跟其他叠加的然后就他有八十米的有效射程可以了一般冲锋枪都是五十米之类用的 然后步枪那就肯定远一些对吧呃他因为普通步运班的步枪装备多一些吗他这个有效射程是指平均的吗对吧你突击队其实也有少量的步枪可能还有轻击枪对吧 但是他大部分是冲锋枪所以就是取平均值吗对吧你像普通步运班也有冲锋枪啊对吧那他就是取个平均的意思啊 而最大射程就是指的是班族的最大射程啊比如说他这是普通步运班是四格嘛最大射程是八格也就是超过四格以后呃班这个普通步运班里面冲锋枪肯定是打不了了对吧然后步枪可能打的不是很准的啊机枪可能打的远一点对吧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就这样啊所以他这个射程是近一点士气是一样的对吧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征召兵啊一线步兵和征召兵的对比来看对吧 首先他们的火力只是一样的你看一线步兵和征召兵征召兵就是新兵对吧美军叫新兵啊德军和苏军是叫征召兵其他的其他的阵营我还没看 呃一个意思征召兵和新兵都是一个水平就是最垃圾的步兵就是基本上只接受过基本战斗训练 呃没有多少实战经验有新兵弹子对吧呃你看他们的火力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配发的武器是一样的对吧征召兵和一线步兵他们的武器就是编制啊是一样的也是一挺机枪几把步枪少量冲锋枪对吧 在他们的射程只有二啊普通那个一线步兵是四征召兵是二因为征召兵的训练不够导致他他不是打不了那么远而是他打不准也就是说他有效射程是四格实际上他的武器有效射程是八格就跟这就跟一线步兵一样但是他意思是他超过四格他就打不准了他们准度太差了对吧因为这个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过枪 像我之前在海外就是做在在国企做那个就是做建筑行业的时候嘛就我是搞搞测绘的嘛测量的在海外我是在海外干过干过两年就两个国家嘛反正是呃这这这这这没什么也没什么没干什么东西了反正就但是但是我在南美洲那边的时候是体验过就是呃他们那个军营就是有那种那种那种对吧 有那种赚外快的这种这种这种行为就是可以给你去试射武器的我是试过枪哎呀我打过枪以后我这辈子都不想打真枪了真的哈哈哈你就别说打不打虽然我军训也打过枪但是军训打过枪是那个教官就是他帮你他给你弄好了嘛就是你只要开枪嘛我们我不知道各位军训什么样我军训的时候打过五六十打过几发子弹就是教官 教官他把子弹已经给你压好了他躺已经给你上好了他甚至都给你描好了然后他甚至还帮你扶枪因为怕你端不稳就是你是趴趴着设计的握着设计的他帮还帮你扶着枪然后你就你只感觉到打枪声然后那个火药味和那个那个枪撞你肩膀的感觉但是在南美洲那边打枪完全不一样就他只是有人盯着你别拿枪打他们然后剩下的你自己玩我的天 那个合作力我的天对吧我也不算是那种就我本来也不是那种什么健身达人就是身体素质也一般对吧也是一般可能比普通人还差一点就是呃我我自认为就是耐力还行但是力量是不太行的就我力量是不太行的就耐力还好一点哎呀就打了那个我感觉像AKM但是我也不知道啊对吧因为 具体现代武器的枪械它这个改型太多了我感觉像AKM这具体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国家 呃改造资资产的或者买的那些不是正版货就是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吧反正就是啊反正 至少是7.62毫米子弹哎呦 那一顿 那那那玩意你说别我说征召兵吧我说我觉得征召兵对吧 哈哈哈不过还好吧金教兵那是栓动步枪二战是栓动步枪吗还好一点还不是那种啊虽然我AK也是打了半自动啊我不敢开全自动我开全自动我感觉我我我我我驾驭不住哈哈哈嗯 行吧所以你没经过没有经过多少训练的人打枪是特别是打远距离目标是真的不行的就我打的时候打了个50米把打了个100米吧然后就对吧那是菜远就 就算了放弃了那跟游戏里面完全不一样对吧游戏里面我觉得瞄准真简单现实里面我觉得瞄准真难哈哈哈 因为因为我因为叫什么就我趴着还行他那边这是趴的地方不就不好不舒服反正那个地方趴着不舒服我一我一般就蹲着打或者站着打的 人人人手会晃的吗枪因为会中吗然后我又没有接受过训练吗 手会晃的哈哈哈 人人那东西对吧手是会抖的 哎不过也不也不好说了因为我是完全对吧我也没参我也没有我脸我也没有当过兵对吧兵检根本厌不上因为势力不行 身体就更不行了我会反正兵检是业业不上的对吧而且本来就城市里出身的对吧那军队一般招的很多都是像农村的人这个城市的人招的少 可能是我的偏见啊但是我们这边真的我反正城市里的招的少 哎反正我觉得征召兵他训练不足啊所以他有效射程就很近就这个意思吧多说了一点完了以后士气也是啊因为这个征召兵是新兵嘛这个这个一线步兵算是老兵了嘛 然后他们这个一线步兵的士气会高一些就是他在战场上的那个抗压能力会强一点 士气基本上的这个游戏里面就是指的抗被一般最大的用处是在你进攻的时候判定你的小队会不会崩溃就是抗压能力嘛对吧 呃那么肯定你这种老兵的抗压能力要强一些新兵一下就被就被吓就被吓怕下什么 ok讲了这么多再说也就是另外一个机制啊上应该在之前我推的那个第六回合的时候讲过一遍了但是这边为了房子有人没听过对吧再讲一遍啊就是他一个er这个东西叫做experience living experience live rating 就是经验水平 百分比或者经验水平指数这种东西就是指的是这个 某某某一方啊对吧他应该双方都标明了吧就是这一方的一个叫做可能我的理解就是部队的一个 呃平均的 经验水平吧可能这么说吧我这是我的简单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他实际作用其实只是一个一个家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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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的大呃 士气判定大失败的一个一个一个系数一个值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呃在进行 呃士气判定的时候啊就moral check mc 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 头子啊加上修正大于你的这个 士气值 就大于你的这个士气值 那么这支部队就会被就会判定失败就是士气判定失败就会被压制就是break就小的就崩溃了崩溃就要撤退 如果是没在房子也就要撤退被别人贴上就要撤退反正就是要撤退然后崩溃的部队除了撤退其他啥事也不能干 就就是已经被压垮了什么部队被压垮了就呃战斗意志已经没了 那么这个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就是个大失败就是当你投投子如果投出两个6就是12他呃moral check他这种是这个两个投子的两个6或者是投着数 大于就原始的两个6也是大失败然后那个投出的数加上这个一二二的值啊不不投出的数大于 这班部队的士气值加上一二二的值比如说一线步兵苏军一线步兵是77加3是10那么也就是说不仅是投出两个6投出11也可以不仅投12投11也算是大失败 10不算啊就是要大于大于等于等于不行要大于就1011就只要投出这两个数那么 苏军一线步兵如果在进行士气判定的时候投出11或者12 那么他就是大失败啊当然不一定是投出11啊他可能是加成比如说我投出了是9或者10但是他是一个有带有加成修正的moral check 比如说2mc3mc就是你的只要你的投子数还要加这个数也可以反正最后总的修正值加起来你的值moral check 士气检查的只是1112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步兵班啊一线步兵班就大失败大失败是什么意思大失败就意味着 不仅你这班部队战斗意志没了崩溃而且这班部队的重要重要人物比如说班长郑王或者是溃逃反正就是不存在于这场战斗了他没了不管是被打死的还是跑的就没了 那么这班部队造成影响就是他的他的等级要下降就是一线变成二线步兵二线步兵变成征召兵或者新兵 意思就是因为这种一线步兵二线步兵啊他并不是全员都是老龄老练的部队他只是因为有那么几个老兵带着一群新兵就因为有老兵指导所以整体的那个经验水平就上来了他并不是完全新兵因为作战嘛对吧他总是会有阵亡的有受伤的要更替伤亡人员但是更替上来的人一般也是后面新兵补进来的嘛很多时候啊就不是呢也就是说他会就是会补充几个新兵弹子进来的 对吧呃那么他这边就是相当于说是这种部队是有几个老兵带着新兵来的或者说是一个老兵所以说这个老兵阵亡的话对整个部队的经验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部兵就必须要降低一个经验水平就降低降低一几相对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呃经验水平降低了有两种单位不受这个影响一种是精锐部队所有带有一的包括 包括突击工兵因为突击工兵也是一对吧这个因为开始有一个疑问因为德军一般叫突击工兵是叫做Pioneer 或者叫做Stone Trooper 对吧突击队这是一战的说法或者叫二战的说法叫做Pioneer就是先前队工兵德军的工兵叫做Pioneer对吧就是先前队有工兵先前队啊 这个为什么他会用AE对吧而Sautantia也是美军的说法叫突击工兵 后面我明白了因为这个AE啊他也带有一这样他规则就好写了所有带有这个字母一的单位都是精锐部队精锐部队他不受这个大失败的影响因为他个个都是老兵 呃所以你班长阵亡了没有关系就大家还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再换一个人上来指挥也是一样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所以他不受这个大失败影响他永远不会降等当然崩溃还是会啊 就投出大失败虽然他不会降等但是大失败肯定就意味着你失败了失败了就要崩溃崩溃还是部队崩溃还是会啊会的但是崩溃可以恢复嘛对吧比降等还是好一点好 但是呢还一个还有一种啊对还还有一种部队对吧不受影响什么部队这就这个征召兵或者新兵因为他们是最差的部队了他再降也降不到哪里去了所以不需要降他不受影响对吧班长打死了没关系因为班长跟我们一样菜 哈哈哈班长也不会打仗所以没有关系换谁都是一样 呃换谁都是一样ok呃好啊说了这个以后就要说苏军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苏军是有两种一线步兵对吧哎感觉好像多样性挺高的比其他有些比有些比有些国家对我就说德军对吧就完全只有一种一线步兵对吧太淡调了对吧这边有两种哎花样挺多但是苏军没有二线步兵 我觉得这个设定有点嗯嗯怎么说呢哈哈哈苏军没有二线步兵我打开看过他的这个算子表 我这边也可以现场打给你看一下你看德军步兵 看吧一线二线征召兵 散兵精锐突击工兵对吧好我们来看盟军 美军一线二线新兵美军没有征召兵啊美军是新兵啊对吧因为美军这个呃他是这个呃可能说法不一样他叫做greengreen他不叫conscript他的这个部队叫greengreen就是新兵英语里面green是新手的意思吗green hand 然后这个呃突击工兵对吧然后是这个这个一是精英精英这个谁是散兵啊这个就是散兵没没散 ok一线二线都要好我们换到苏军 一线一线一线争造兵苏军没有二线步兵 我也不知道是历史上的原因苏军实在是二线没有二线部队呢还是 还是还是因为他这个苏军编制太多了就是部队部队太多了就是补充不上就是一线步兵都要用征召兵去补充跟跟替人员了 那二线步兵就更别说了就就二线步兵基本上跟征召兵没什么差别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部队经验只跟不上啊部队太多了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啊就缺乏凶联但是人多吧人海战就是不叫人海战是什么 反正是吧反正就是我是记得是钢铁熊星吗还是哪个游戏就是就是那种就是呃 好像不是啊我记错了我钢铁熊星玩的少啊意思反正就是你的部队可以有很多爆很多兵但是就是训练度不太够 是不是这个也不太不太懂啊但是这东西我都先不讨论最难受的就是在打完苏军的时候你一旦有部队一线步兵出现大失败他就会变成征召兵 他没有二线步兵直接降等就变成征召兵了哎呀就就难受就难受变成征召兵其实对吧主要还不是他的士气问题我们看一下主要是什么问题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再再再也还是美军问题你看看这个 主要还不是他士气问题对吧因为你看其他其他你像美军而已他他他这个二线步兵啊跟一线步兵比那确实美军美军倒是士气全部是一样的因为美军一线步兵也只有六看德军吧看德军吧美军的美军的特色就是他的士气真低士气很低哎但是他美军特色再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推过第一个剧吧第一个剧本是美军打美军和德军美军防守德军进攻有些人没看过就 就是临时再插一句美军你没看他所有单位士气都挺低的散兵到手游戏啊普通步兵很低美军有个特点啊他部队崩溃以后他这个六的士气会变成八 部队崩溃以后的那个士气啊就是部队崩溃以后的士气越高他就越容易恢复并且越不容易被 被歼灭只要不是被对面贴脸也就是说美军他这个这个游戏的设定啊我是看过这个呃英文论坛上有人是解释过 呃 部队正面就正常情况下部队的士气是指的 在交火的时候他们是更倾向于和对面对打还是更倾向于先找掩体保自己的命 所以美军步兵的特点就是他交火开始交火以后他更倾向于找掩体保住自己的命而不是而苏军和德军这种欺的就表示他们会更积极的出去跟对面对射 所以美军就很容易崩溃被就是被打趴下而苏军不会但是崩溃以后的那个士气表示这个恢复之或者叫做部队的真正的那个呃组织度或者叫秩序之都可以这样说就是说 被击垮被压制以后重新组织重新集结好部队的这个能力相当于是就是说美军虽然很容易被压制但是他也很容易恢复很容易再次投入战斗 而苏军和德军我记得是苏军还是德军 哦德军是被压制以后翻面是和原始时期是一样的对吧好像是这样的苏军好像还要低一点苏军好像翻面还会要低一点我忘了我看一下吧直接翻个面看一下啊苏军也是一样的OK 那德军也是一样的吧那应该是一样的那么苏军和德军只有七啊 哦我要拿普通步兵班来一下啊对苏军和德军是一样都是就是翻面和和不翻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个被压制以后就也也差不多就是恢复能力啊都差不多而美军恢复快点就是美军容易被压制但是美军容易恢复 对枪的时候其实各有利弊吧也不能也不能说好坏苏军其实没有二线步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征召兵和新兵他有个特点他算他算是那种 in experience 呃就是没有经验的战斗人呃 没有经验战斗人呃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首先一个他们如果使用这种轻击枪啊或者其他这种武器呃武器的连续设计只会降低 有机枪来说啊然后武器的损坏值也会降低就是更容易损坏 不会用 第二个啊不叫不会就不会正确的使用武器应该是这样说第二个呃没有经验的士兵在进行射击的时候如果没有排长来指导这引导这支射就没有和排长在一格里不需要排长引导射击但是但是你只要跟排长不在一个格子里 那么他设计如果触发了退缩也就是投出一样的点数就是进攻的时候投出一样的点数就算退缩 对吧退缩就会让正常部队的话是让他那个火力值啊在这个表里面向左移一格就是火力会减弱因为被对面压制了相当于是 就有些人不敢开火了而征召兵和新兵是要退两个就是比如说你8的火力啊征召兵不对啊征召兵是对不对对不对征召兵是4的火力 4的火力的话他退两个退到1就是他更他被压他如果是触发了退缩的话被火力压制退缩的话 他他他基本上就没什么效果了他设计就 而征召兵如果没有队长一起行动的话他移动力只要3点而不是普通步兵的4点 他移动力也很低对征召兵还是挺麻烦的哎征召兵主要还有个士气低 还要他射程很近他只有两个 我们来看看啊 美军新兵三格 德军呢 德军征召兵三格看到没有 苏军征召兵两格 太惨了兄弟们 两格的射程 拉把拉把拉把步枪打得和冲锋枪一样远 火力还没有冲锋枪高 很尴尬 这个图还好一点因为是近距离作战但是其实也不太好因为稍微一就是他基本上是你只能打两格一类单位去买伤害 两到四格是一半的伤害就只有两点火力了 超过四格你就根本不能射击了超过射程了 很尴尬 证召兵 ok 然后再分析别的然后再分析别的就是苏军的机枪这个再说一遍苏军的机枪是真的拉我们对比一下德军的机枪德军虽然兵力还没介绍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下机枪德军的机枪三点火力八的射程 然后呃 连设值是一重量是一呃重量也是一啊重量是这样的是步兵班有三点负重啊 呃这个征召兵也是三点征召兵不扣负重因为人背东西还是你一样的能背 呃每超过一点负重就比如说你不像步兵班背的东西啊 背的装备啊 不止三点比如说有四点那么你就要减一点移动力如果有五点就要减两点移动力 对吧如果你背到了这个七点对不起这般不想明这般步兵班你没有移动力他动不了了 就这样的 就呃排长有一点移动力而且排长可以帮助步兵班 就是说他的移动力可以附加到步兵班身上就是跟着步兵班一起背东西 机枪一点啊这个一样的苏军的dp也是一点对吧 苏军火力是二德军是三这个其实差的也不太多因为在这个表里没有三点火力值 但是跟其他单位搭配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 呃一些就是可能会超过的情况就比如两艇德军机枪就有六点火力了而两艇苏军机枪只有四点火力 对吧这就有差别了但是如果是单艇单个机枪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大大差别 好然后连射纸也是一啊双方连射纸是一样的对吧差不多 问题是来了苏军这里有个B11 我放大一下 不用放大他这个地方会弹出这个格子 看到没有这边右边这个上面有个B11 德军是没有的B11是这个损坏值 没有的话默认是B12就是当在设计的时候投出两个6 那机枪就坏了 坏了会翻面啊他会修就是 会修对吧就是在每个回合的准备回合准备阶段可以修理 这个意思就表示投到1就是修好了 投到2到4啊2到5就是 还没修好 还要修 投到6就是彻底损坏 X就表示彻底损坏 就是机枪就再也不能修了就直接移除 1就修好了 呃其他的就不变 修枪是很麻烦是因为修枪他这个概率挺低的 对吧所以尽量让枪别坏是最好的 好 然后苏军是11呢他为什么来写B11呢 就是因为他投出两个6也坏 投出一个5一个6也坏 他只要投出11和11以上他就坏 对吧他就坏 哎也是16啊 所以这个机枪修都是一样修 但是苏军机枪更容易坏 火力稍微低一点倒还行 苏军机枪射程是6 射程在这一局游戏里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这个德军是8 对吧苏军是6 但是这一局其实也没有多远 其实6的射程已经很远了 在这个这种小图里面很远了 对吧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需要 没有那么多需要 好那你看啊 这个重机枪就发现就差别就来了 德军有一群重机枪啊 德军是这个 这种机枪 5点火力12的射程 3点重量2点连设置 苏军呢 4点火力10的射程 5点重量2点连设置 对吧火力我都不说他差一点 射程也不说他因为这个图射程确实用不上 用不了射不了那么远 火力差一点嘛 其实也没大差不差 差的两个地方 一重量 第二个损坏值 又是一个对吧 B11 对吧 比德军机枪更容易坏 第二个他有马克轻是有5点重量 德军这个是3点重量 3点重量意味着一个班的士兵更好 这刚好背负这点机枪 而且不损失任何移动力 对吧 马克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5点重量 明明他是带轮子的呀 他是可以推着走或者拉着走的 他有5点重量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班步兵班携带马克轻 他要减2点移动力 就是他移动力从4点变成2点 相当减一半的移动力 而这种房子多的图就更要命了 因为进房子 出房子倒不用算 只要 就是说你只要是移动的那个目标格子是房子的话 你就要2点移动力 也就是说他 他如果扛着机枪一次只能挪一格 当然推进阶段可以再推一格 不过就是要疲惫 对吧 就他他他只他只能走一格移动 就机动性太差了 修枪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吧 看一下 德军机枪没坏过 苏军机枪 26一样的一样的 两边都是一样的26 重重机枪容易修一点 是一二都可以修好 但是这这局苏军机枪就坏了 而且很尴尬修了很久 特别尴尬 好 这个苏军大概讲完了吧 简单说苏军的部队是真不行 真召兵呢 我反正想了想真召兵是真的 他只能只能擅长是近战 对吧 近战打空旷地方的敌人还行 稍微远一点超过两个 或者说是他打那种防自己的敌人是真不行 打空地上的敌人或者贴脸 但是真召兵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感觉他用法就是 一一扛线 就是你那上面有部队 别人就不敢在他周围乱动 对吧 至少在两格的两格以内的空地上 比如说我放在h6 对吧 在两格以内的空地上 别人是不敢乱动的吧 特别是 该挨着一格的 对吧 挨着一格 因为火力可以加倍 这个这个兵器对吧 对临近格子的敌人射击 步兵班啊 武器无所谓 武器不紧 没有但是步兵班火力会加倍 因为使用了手楼弹 就就是近距离40米一类了嘛 可以使用手楼 用手楼弹了 手楼弹的话就火力就加倍 所以真召兵这个近距离还是有威胁 近战 还有一种就是近战 因为近战 他不考虑射程不考虑这种近战 他只考虑你这个班族的火力值 而他这个火力值是4点跟一线步兵班是一样的 就是说近战甚至也不考虑士气 他拼的就是两边的火力值和头子 很运气好不好 所以其实真召兵近战和一线步兵班是一样的 临近设计也是啊 就两格一类真召兵跟 两格一类真召兵跟这个一线步兵班差不多 应该是这样说 差不多 所以真召兵的用法还是近战 啊 这是我的理解啊 好 苏军大家看完了看德军了 德军这边就好看多了 四班突击工兵 七班一线制弹兵 然后四个排长 对吧 然后机枪啊 喷火器 重重机枪 清机枪喷火器炸药包啊 一应俱全 对吧 这就是攻坚的这个 标配武器了 对吧 这一应俱全 突击工兵 四班是精锐部队啊 首先他不损失这个老链子 就大失败也没关系 其次这个 哦对 忘了说一个地图的设定 我因为我这个 也没有玩过多层房屋的图啊 所以就默认了 这个图里面所有房屋都是一层 没有两层房屋 可能看上去有 但是他规定没有 就说所有房屋一层 也就说 房屋是可以互相遮挡的 好回来 德军这边有个特殊设定 就是德军的这个 突击工兵啊 烟雾值增强 原本应该是两点烟雾值 就是五那个右上角那个数字 那个四看到没有 在这个剧本里面会变成四 从二变成四 烟雾值加倍 也就是相对他得到了额外的烟雾弹的 就是补给了额外的烟雾弹 他烟雾弹数量很多 就呃 多投几个烟 总是能够把烟打起来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烟雾值 比美军的 美伞还要高 对吧 上一上一个剧本我推的时候 美伞的烟雾值已经很恐怖了 美军 美伞的烟雾值是三 七三四七看没有 三 就美军散面有三的烟雾值 烟雾值是这样 就是说你只要投一个一个六面投 烟雾弹是这样 可以往脚下人 也可以往这个脚前面人 对吧 可以往脚前面人 也可以往脚下人 然后这个规则是 呃 投一个六面投 就一个投着 只要那个数值小于 或者等于你这个烟雾值 烟雾就算释放成功 对吧 如果是两点 那你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 能够释放烟雾弹 而且不管才没成功 都要消耗两点移动力 没成功也要消耗两点移动力 如果投到六 就是没大失败 没成功 并且立即结束移动回合 用完你的所有移动力 并且烟也出不来 他如果是二的话 就只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能够投出烟雾弹 但是他如果是四的话 这个值啊 就三分之二的概率 能投出烟雾弹了 对吧 每伞是三分之一 美军是三分之一啊 美军步兵班也是三 其实美军是二分之一 要说到二分之一 美军是二分之一的概率 美军是 这游戏应该是我看过的 最容易打烟的 就步兵班最容易打烟的那个阵营 它是二分之一的概率 苏军是完全没有烟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 他这个烟雾弹 补给不太够吧 就是平均 你看苏军都是没有指的 没有烟 烟都没有 德军这边是应该是额外烟雾弹 这样他就有这个三分之二的概率 能打烟 这个进攻的时候打烟是很必要的 烟雾弹 烟雾弹他提供两点 两点修正 就是任何单位射击烟雾区里的敌人 在结算的时候 他那个 投这个 头子啊 投伤害的时候 他那个头子数二加二 对吧 大家看这个表知道 头子投的越小 他的伤害越厉害 对吧 往越往上走进来 kia就是要死人了 下面mc是这个 士气判定 ptc是这个定定死判定 就是火力定死的判定 越往上越好 就越小越好 那么往下加肯定就越坏 他提供两点加深 并且他还能够 让这个格子 如果他是投在空地上 那么这个格子在烟雾弹散发的 这个回合不算做空地 因为被烟雾笼罩了 空地上的话 如果你是移动回合 移动的时候 进入了空地 那么进攻方在设计 哦 不是 防守方在设计你的时候 他有一个简易的加成 就是这个 他头子 那个直接就简易的修正 因为在空地上 他更容易瞄准 你也更 你也更暴露 他有简易 而烟雾弹不仅取消这个简易 还要额外再加二 所以烟雾弹进攻是个很好的东西 缺点是他只能 他只有一个回合 就就移动阶段结束他马上就散了 哦 不是 他缺点不是只有一个回合 而是他只持续一个移动阶段 就会散掉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呃 进攻方在 移动阶段停留在烟雾里面 如果是空地的话 那么在防 接下来的防御火力阶段 烟会散掉 他就孤零零在空地上 不过防御火力阶段空地并不 并不会简易了 对吧 因为移动阶段是因为你的 呃 这个兵在动 所以他要站起来跑 所以 对面更容易打中 漏的很多嘛 而防御火力阶段 嗯 进攻方实际上是已经停下来了 找好找好掩护了 不管是这个 呃 好硬掩护软掩护 反正就是找好掩护了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暴露那么多 所以不会减一 但是空地上 没有任何加成对吧 正常挨挡 呃 精锐部队啊 这精锐打烟能力也加强了 OK 好完了以后 自弹自弹兵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4167 自弹兵也可以偷偷烟啊 不过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 呃 尽量别让他打烟 你都有这么好的烟雾弹发射器了 为什么还用他打烟 对吧 因为他这个打烟成功概率 跟他大失败概率是一模一样的 不要要自弹兵 不要用自弹兵打烟 自弹兵打烟 真的受罪 自弹兵的话就是怎么说 他就是射程比苏郡的步兵远 普通步兵啊 其他的一样的 其他一样的 但是这个图射程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近战图射程其实四格也够了 稍微也够了 对吧 突击攻兵的话呢 就猛一点 火力也猛 对吧 自动武器多 那是五下化线 射程是四 然后这个射程是八 对吧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单位啊 很完美 火力也够 不是 火力也有冲锋枪的火力 对吧 跟这个突击队是一样的 射程跟步枪兵 苏军步枪兵是一样的 对吧 稍微也远一点 士气还是八 对吧 很强 好 制弹兵制弹兵就是就很很中规中矩的 我就不说了 这个制弹兵 德军的这个排长 一开始德军是所有单位都给你的 不像苏军 还要等增援 对吧 进攻肯定是全部的 全一开始就全线压上 其实排长双方 你说 都有差距 你看虽然 最最强的排长双方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九九负二 但是苏军这边是这个八负一 八零七零 德军呢 九负一八负一八零 德军只有一个排长不能为战斗提供争 其他的排长都可以为战斗提供争 并且德军的排长基本上都是时期八以上的 排长为什么时期要高 因为他这个这个兵器还有一个额外的规则叫做这个 领导失智检查或者叫排长失智检查 就是 当一一舵部队对吧 他这个兵器里面 他遭受攻击的话就是 布云斑护像设计啊 是向那一舵单位设计 比如说 你这 内疊单位吧 或者讲 用用那个 舵是我们这边习惯讲的 对吧 你可以用疊就普通话用疊 就比如说你布云斑啊 排长叠在一起 对吧 那么敌方设设计的时候 如果打出了效果 就是有这里面的效果 是这里面所有单位都要 承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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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 就是比如说世界判定 那么这这一叠单位全部到实际判定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排长士气比较低 对吧 那么 实际判定是先从排长开始 先从官罪到的开始 如果排长没有通过实际判定 失败了 那么即使你后面的部队里面 底下部队啊 有部队通过了实际判定 那么他额外还要做一次检查 就叫做领导失智检查 或者叫排长失智检查 就是说 尽管他没有崩溃 但是他看到自己的 长官被敌方的火力吓破了 胆 那么 士兵也会有影响 所以要进行一次检查 这个检查呢 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这个啊 这次检这个检查呢 就是 只要是你的部队班啊 小于等于排长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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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等于排长的这个实际值 也就是说普通部队班就小于等于他了 一般来说 对吧 只要小于等于他的实际值就要进行一个检查 检查就是 就是一次这个 叫做 呃 Pentas check 就是定时检查 这次检查如果没通过 那么这班部队虽然没有崩溃 但是要定死 就是被炮火定死 这个有这个兵器里面崩溃和定死是两个正好相反的 负面装负面效果 崩溃表示这班部队失去战斗失去战斗意志 如果在开阔地需要撤退 如果在建筑物内可以撤退也可以不撤 啊 撤退的话呢是 如果是必须撤退的情况 必须朝最近的离自己最近的一间 呃 离自己最近的掩体撤退 就是可以撤退的掩体撤退 呃 掩体就 掩体是两种地形就是房屋或者是森林 不是灌木丛啊是这种森林 树林或者房屋就叫做掩体 因为他们能提供掩体加成 树林是一点 呃 木头房屋是两点石头房屋是三点 呃 黄色是木头房子 然后这种灰色是石头房子 只有这三个格子算是掩体 OK 呃 掩体什么叫做可以撤的掩体 就是这个掩体首先一这个掩体的 周围一圈没有 就是普通的敌人 就是没有那种 没有就是没有那种 未崩溃的敌人 对吧 那么就就就算是可以可以撤退的地点 然后他必须要选择最近的 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格格子数法最近的 就不是随便往哪儿撤退 而如果本身在房子里 如果被敌人贴上来了 那也必须撤退 如果没有被贴上 那就可以撤可以不撤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 不管是必须撤退的撤退进的房子 还是可撤可不撤 你如果部队已经在房子里了 那么他只能在这种临近的房屋之间撤退 他不能再往外跑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建筑之前一直要说建筑群 因为建筑群表示 如果我的部队崩溃了 我可以在里面打转 就是里面去撤退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这样往后撤 最多是六点移动力 也就是车三间房 最多只能移动六个 六点移动力 在房子里就是三格 但是如果不相连的房子 比如说从J5撤到HG不行的 不能再出来 OK 如果领导 这是崩溃 就崩溃 而定死呢 就是步兵被火力定 定在了那个掩体后面 动弹不得 效果是 火力值减半 就如果他要射击 或者进行其他的 需要用到火力值的判定 他要减半 火力值要减半 按减半来算 第二个 不允许移动 在下一个回合到来 就是到他到下一个回合 准备阶段 他的标记 就是状态被移出之前 他不能够移动 呃 也不能够推进 反正就不能以任何方式移动 只能定在那里 就是被火力定在了掩体后面 所以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 被 崩溃的单位永远不会被定死 因为他们只想逃命 而定死的单位可能会崩溃 定死 如果再遭受攻击 投出了不 那个实际判定的话 也可以进行判定 呃 如果判定失败的话 他们就会崩溃 定死单位可以崩溃 但是崩溃的单位不会被定死 ok 所以要说你排长 如果 崩溃了 那么底下部队 在实际判定 通过也要额外再进行一次 就是定死的判定 而如果这个排长 还有加成的话 比如说这种负义的加成 那么加成就会 反过来 把纸反过来 加在 判定上面 比如说8-1的0 这个排长崩溃了 那么底下士兵如果没有崩溃 那么他们要进行一次 定死判定 同时这个判定只要加1 就是判定头子修正是1 因为排长太牛逼了 这么牛逼的人都被 都被火力吓破了胆 对吧 那说明确实是很可怕 所以 就要进行这个判定 不过是定死的判定 部队会被定死 就是被定在掩体后面 但是要排长崩溃啊 如果排长是定死的话 没事 排长定死 只是他不能够给部队加成了 对吧 但是不影响 不影响其他部队 因为排长埋没跑嘛 对吧 你要看排长 撒压子跑了 这这这就问题就大了嘛 对吧 排长run了 那你作为下面的兵 那肯定 那排长都run了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嘛 对吧 所以就肯定 对实际会有影响 OK 呃 所以德军他有三个排长是可以提供加成 毕竟他们士气都挺高的 不像苏军这边 对吧 不过还好了 这个游戏有一点好处 就是一般这种士气低的排长啊 他加成都是零 也就是说 即使要零 那个排长事实检查 或者领导事实检查 他也 也至少不会不会有加成 对吧 有的时候你 判定那个士气通过了 对吧 判定那个压制可能也通过了 对吧 那对吧 看着排长虽然run了对吧 底下士兵这种毫无波澜对吧 排长run就run吧 他也不是第一回run了 哈哈哈 嗯 行 哇 这就讲了一个小时啊 我这还没有开始真真是讲那个呢 我本来想 两个小时之内给他搞定 看着搞不定啊 这个前期就是对这个场景介绍 包括可能额外讲故事还花了点时间 对吧 罗里包说这么久 那我再多讲点 把双方的这个情况也介绍完吧 德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没讲就是这个 武器对吧 德军这个机枪重机枪清机枪已经讲过了 不说了啊 对 德军有三艇清机枪 对吧 苏军只有两艇啊 苏军dp只有两艇 德军有三艇清机枪一艇重机枪 好德军还有两个额外的东西啊 对吧 攻坚力竭 烹火器炸药包 这两个东西其实教学 我之前做教学视频的时候 做那个也不叫教学视频吧 就是 也不叫官方做的吧 算是民间做的一个他们这个ASL新手包一个入门的教学 我做的时候也提也也也也也 已经讲过这个东西了 那我再说一遍就是 烹火器 烹火器这个玩意儿就 比较另类一点对吧 他是 24点火力一格的射程 是吧 但是他可以 他可以这个 他不能翻面 哎烹火器也能翻面是吧 啊 这边翻面是他的用法 对吧 这翻面是他的用法啊 这个 呃 24点火力 一点射程 看起来好像是很猛 近距离刹器很猛 是的 但是他可以用另外切换到另外一种形态就是12点火力两格就他可以两格喷射只不过活力会减半 就没有那么猛了 呃 这一局在推的时候我大量的使用的是两格12点火力 反正我的感觉是两格喷比一格喷要好 如果是一格喷的话一般是防防守的情况对面上啊也不叫防守情况因为一格喷首先一个问题 喷火器有一个debuff就是 拿喷火器的这班人挨打的时候 对面的那个只要减一固定减一就是那个投资处修正固定减一 呃 可能是为了就是 引射这个 喷火器容易爆炸吧 但是实际上感觉二战的喷火器 别的不知道啊 像美军的那种mr喷火器其实还比较安全啊 他那个罐子是分开放的 就你单打罐子是很难引燃喷火器的 呃但是呢 你说他容易打吧 容易被击中吧 其实也可能 为什么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想 对吧 他可能不是容易打爆了 引燃 而是他背了个大罐子挺显眼 而且对吧 大家是人都知道对吧 那个玩那那人拿了喷火器 那肯定 对自己威胁很大 那玩了命都要把先把它弄死 对吧 那活出命去到先把它弄死 不然大家都得玩玩 所以 他拉仇恨 所以这可能才是那个减一的那个 那个原因就是大家本来是对枪对吧 可能有很多部的对枪 结果这人一眼一看过去 哎 那个人背着喷火器 那 对吧 那说啥呢 那不就是先打你了吗 一眼瞅过去看着你背着喷火器 那不就先先干你了吗 对吧 为什么苏军的喷火器 那个 那个那个喷射的那个那个 装置啊 激发装置 要做的跟步枪 类似于步枪 就是为了让别人 不能一眼认出他 我说别人一看 反正对手一看我 那是那是喷火器 那不打 那不打他打谁 对吧 所以是拉仇恨 所以是一个简易 所以一格情况下去喷的话很很很麻烦 因为这游戏贴脸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对面 已经射击过了 那么你去贴脸的话 人家 不管是 哪种情况都是可以提前反击的 即使你是在 进攻方 用最后一个阶段 推进阶段 推到人家脸上 那么在 下一下一个回合 切换对方回合 再准备火力阶段 对方就可以射爆你 因为贴脸是加倍嘛 刚刚说是用手楼弹 所以用一格24点喷射 虽然很猛 但是很危险 对这班兵来说很危险 更不用说喷火器 如果喷火器这班部队啊 被打掉以后 喷火器不会爆炸 不会消失 它会掉在地上 然后敌人可以减 然后敌人可以减 当然了 这个 敌人有没有勇气走过来 对吧 因为一般来说你贴着他 一般你的位置也挺危险的 那是另外 但是敌人可以减 当然你也可以减回来 所以一般我在这里面大多数用的是 12点火力 两格 就两格喷 威力是差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就自身安全一点 就比如说我在这 O6 对吧 我可以喷这个 M6 M5 M6 M7 都可以喷 对吧 只不过它是这个 火力差一点 对吧 两两格射程还可 还勉强还行 对吧 呃 OK 然后他 重量是1 然后 他这个小三角 有小三角的武器表示 就是 就是排长不能够引导他的射击 就是机枪排长是可以引导射击的 就用他这个后面这个数字来加成就是设计的时候就减减那个头子数码修正了喷火器和炸药包不行啊排长是真不懂这个所以是小三角表示他不能享受就排长不能引导他的设计 OK 然后喷火器呢它什么它是这个 X10啊表示它是这个损坏值是10并且它是直接用的X而不是B 就是说你只要在投头子的时候 原始值啊不算修正的就是原始值 你投出了10啊投出了111210没问题啊投出了10啊10也有问题投出101112三个数的时候 那么这个喷火器就是损坏也不叫损坏就是燃料用完了 就是就没了啊这呃燃料用完就是这一次还是能够计算伤害如果有的话但是计算完伤害这个喷火器直接就用就就消失了就燃料用完了啊这一句得的运气很好 这一句得的运气到最后喷火器都没用完燃料 对吧 然后喷火器他是使而且如果是 呃普通步兵班来操控的话他还要再降量点因为普通就是不非精锐部队在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没有经过那么专业的训练他只是会用而不 并不是用的很熟所以他就还要减量点 所以普通步兵用的话就是X8X8那个太危险了很容易换很容易没燃料 所以喷火器肯定用说了肯定是给突击工兵用的对吧 好然后是炸药包炸药包这个也讲过这个就很简单炸药包就是30点火力一格啊在新手包里面他只有这一种用法其他用法都不行了 其他用法都是都是真真就完整包 新手包只有一种用法就是安置安置炸药包就是 呃 呃 Place啊 Place就是安置就是放放炸药包放炸药包的话就是这个30点火力 啊一格是他就是 一格是为什么说一格射身呢 你他是这样的炸药包的原理很很有意思他是 你要 你要这个携带炸药包的部队走到 走到离 对方一格一类的距离 他这个而且他的宣布设计不是在进攻火力阶段是在移动阶段宣布使用炸药包 他必须要有移动力能够移动到 安置炸药包的那个格子里去也就比如说他如果在第七 他呃 然后一个 他要安装炸药包到18 那么这一班部队至少要有两点移动力 因为一第七到18进房子他需要两点移动力 他要必须要有足够移动力他才能够使用炸药包 炸药包就是相对于说是这个人跑过去安抓药再跑回来 所以他本身还是呆在第七只是把炸药包安在了第八18 而且他 他要花费移动力这一格的移动力 并且这个花费移动力是可以被防御方进行反击的 就是每移动每花费一点移动力防御方 所有射程这些单位都可以决定是否射击 而是可以被反击的 然后他的伤害是30 然后一点重量啊完了以后也是不能引导射击 x12rx12表示这个如果投出了两个6 那炸药就咬火了 咬火了 咬火就炸药直接消失了 没有重置隐形这一说啊 就炸药包如果咬火了就就没了 投出两个6就大失败 就他这个情况没了 其他情况就正常结算 好 那么炸药包和喷口气的不同啊 炸药包虽然伤害很高30 但是一他需要人安置对吧 安置的时候还会被打 第二个他是会就是如果他去炸建筑的话 建筑的3点那个加3的修正是 是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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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 就是说他的判定他这个 在移动阶段判定安置啊 就只要是这一班步兵 你说要去安置炸药包对吧 他就要他就像他要花费移动力过去安置炸药包 只要在这个量这个花费的移动力这个 花费完以后这班部队既没有被钉死也没有崩溃 就是防御方没射击或者射击也没有打出效果 那么炸药包就被安置 安置的炸药包在进攻火力阶段结算 进攻火力阶段结算 但是他会建筑啊或者森林啊这种加成啊都是都是要用的 就是说他虽然是30点火力 但是投出来的头子还要加3 如果是炸石头房子有石头房子是加3的修正 但喷火器不是 喷火器是不受任何掩体效果影响 就如果喷火器喷房子 那他是24点火力也好 12点火力也好就是满火力 他 不管是木房子 石房子还是森林他都是满火力 实际上我说 木房子和森林不应该要增加吗 因为木头是可燃的他应该会帮助喷火器 但是他没考虑嘛 那就没他不考虑这个 那就是不考虑吧 反正就是满火力 呃就不受这个 呃怎么说 不受这个影响 不受这个 呃掩体的这个影响 那么是这样的就是 然后我之前在教程里面是说过 就是对付石头房子 喷火器要好于这个炸药包 对付木头房子 他们俩是一样的 对付森林 炸药包好于喷火器 这个这样我很奇怪 对吧 对付森林炸药包是少于好于喷火器 还行 反正就两个炸药包炸药包是用完就没了 就不管是哑火还是没哑火 反正结算完直接就消失 好 这就是德军啊 德军的话就装备也齐全 人也好一点 只不过他们需要拿三个VP 对吧 他们要全部拿下 而苏军只要是 最次守一个 这 这一次推我也是就最后守了一个 有两个都丢了 只守了一个 OK 一个小时多了 差不多吧 这些先叫这样 然后我说一下这炸药包啊 建议 所以我是采用了那个教程里面的建议要用这个排长来携带 排长来携带 排长来携带 为什么要排长一 排长他的这个士气高不容易被压制 第二个排长本身在射击的时候他不能够主动射击他只能够引导其他部队射击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部队引导他就是个废物 他自己不能设计因为排长只有一个人他的设计忽略不紧 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排长拿炸药包呢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步兵班配合步兵班拿烹火器排长拿炸药包对吧这样的话你防守方哎你打谁对吧你打我排长好 那我烹火器少你那我烹火器好我排长安炸药对吧就两难就是这个s要我觉得还是他这个教程做的还是有点好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给对手制造这种就是两难境地就你怎么样都要吃我一下对吧就这才是最好的战术对吧就是你 你就算看破了我的这个计策但是你怎么样都要吃我一下哎我一下对吧你反正就选一个吧 OK那就这样吧就接受了开局那么之后的话我不知道做多少期我感觉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有点慢我这样子才把开不正都还没讲我都只讲了开局我的天不管怎么样先录一下吧然后那我也是分批ac这边我分批我持续更新吧 youtube的话没关系反正你每期都是分开放的 所以那这样吧那就就到这了感谢大家关注视频我是林青我们下期再见